中午12點一到 台湖市警局 進行第一階段的交管 尤其是繞來繞去被擋 氣壞了 就很莫名其妙 又在交通管制 不知道管制什麼了 然後我現在又卡在車正中 河南路上 四個方向的車流匯入 再加上老虎城前 還有一個消費者 停車專用車道 出來得單線雙向通行 交通幾度打劫 警方也動員 上百名的警力 在大太陽底下疏導 天氣時代太熱 不少寒粉 乾脆躲進白貨公司吹冷氣 等一下就出局了 等到漢國瑜市長過來 太熱了 太熱了 對 太熱了 一群穿著國旗衣的寒粉 直接洗地而坐 一整層樓通通都是人 還有阿姨 把自備的椅子也帶來 吹著冷氣 速食店的用餐區 一樣滿滿的寒粉 讓來看電影的民眾 覺得有點困擾 不用這樣招式 我覺得 我覺得太造神話了 大家整個都坐在那邊 感覺觀感不太好 不只百貨公司 成了寒粉休息區 還有附近的國家歌劇院 放眼望去 也都是寒粉 有人甚至 貪坐在造型椅上 閉目養神 不過管制區內 卻因為這個布條 引起了一陣騷動 他的挑釁沒有用 人都不敢出來 現場正對面的豪宅陽台上 有人掛出了民主進步檔 蔡英文動算 和現場的造勢打對台 被含粉弄嗆 但現場剛好在七奇 附近不只豪宅多 還有三間百貨 假日人車本來就多 這造勢活動 讓大量人車湧進 還有空氣中 不斷飄散著食物味道 肯定對附近的住戶 還有來逛街的民眾 影響不小 散新聞 陳秉豪方平的台中 採訪報導